HitFM联播网 The Great Music All Day Yeah 只想聽音樂 Hey Miss DJ Hey Miss DJ 來到了今天的Hey Miss DJ 節目的訪問現場 我就是Miss DJ Elsa 我終於等到了Sambui 你好 我是Sambui Sambui 是 為什麼我想說終於等到了 因為其實我之前Sambui的演唱會的時候 在2013年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就去看過了 好久了 然後後來我發現Sambui 真的是以四年發一張專輯的速度 真的把他一字排開 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2012年2016年 然後一直到去年對不對 這張專輯其實是2020年10月的時候發行的 沒錯 然後一直都沒有什麼管道可以請到Sambui 然後終於這一次終於等到你了 你可以到台東 然後警察局講我的名字就會聯絡到我 就可以 開玩笑的 好啦 就是我希望下一次我們見面就是 不用再等三張專輯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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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找我就找找我 好好聊這樣 也許找你是不是要去你的果園找你 也可以啊 對不對 我們的果園都田裡 訪問其實也是不一樣的一個感受對不對 因為我們進行訪問的時候 剛好是在進去講的入圍名單揭曉的隔一天 恭喜你就是這次又再次的入圍了非常多的獎項 就八個獎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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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評審 謝謝 而且呢就是另外一個新聞就是說 其實Sambui在這個入圍名單揭曉的時候 其實是在你的果園裡面 波拉斯講你在割草吧 對我在果園裡面就是打那些雜草的 是是是而且 整理整理整理 而且就是拿出來的照片 你看起來很專業耶 什麼專業 沒有啦就是不是專業的問題是 身為家裡都是做農啊 從小開始做農 所以這些工作都非常熟悉 都非常的熟悉 因為我自己也是農寶嘛 所以如果不會打草的話 就沒有資格拿農寶這個 懂懂懂 是有條件的 OKOK 所以Sambui除了是專業的歌手之外 其實也是算是專業的 農人 我可以知道一下你種什麼嗎 因為看起來 看起來就是那個果樹的高度 是木瓜之類的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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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家裡種很多啦 然後目前家裡都是媽媽在做 媽媽在主導整個田裡的農作物 那最主要還是以芒果 這個現階段是以芒果為主 那芒果有分很多 比如說現在最夯的就是蜜雪芒果 是 哇它就長的就是很薄的皮 然後很像水蜜桃 是 這叫蜜雪芒果 是是是 對還有一個叫做 大家都熟悉的那個艾文芒果 對還有下雪芒果 下雪芒果 對還有我們的土芒果 黃金芒果 是是是是 哇很多種 對媽媽也在芒果底下也種了 呃 鳳梨台灣土鳳梨 是 對很酸那種 可是很香那種 是是是 媽媽把整塊地把它的可以弄的就盡量弄了 就盡量弄了 就盡量弄 OK好 所以其實三不一的生活裡面大概就是 呃就是像歌手的時候 然後就是農夫的這種生活 對啊就是台北台東這樣子來回跑 如果台北沒事情就會去回台東 然後台東有工作呢 就會就會飛來台北這樣工作 這樣就我覺得蠻充實的啦 對對對 我相信是歌迷朋友們可能對於你的呃 另外一個我們比較看不到的那一面的生活 也會是覺得蠻蠻有興趣想要了解的 就是讓我們在待會的歌曲的時候 我們再來再細聊一點點 OK 那我們現在要聽到的就是這一次的在 呃金曲獎當中呢 有獲得了八項提名的專輯叫做得力量 那我們現在就要聽的就是專輯的同名單曲 可是我想要知道就是說其實這張專輯在呃製作的過程當中 我們本來就已經設定了說好就是得力量這個就是我們專輯的名稱 也就是這個專輯的主旨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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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直到 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專輯的企劃總監啊一直一直到也是我經紀人 是 一直到要壓票嗎 他在逼我們 逼你們對不對 逼你們對不對 我們對逼我們製作製作團隊 你們趕快去想這名字 是 人家要我們他要去印刷了這很麻煩 設計的人啊 要名字要名字 對對對 所以我們好像那什麼 好吧就因為這樣這 因為去年的一整年的疫情 讓我們有很多的時間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希望也我們也感受到整個疫情的嚴重整個全世界不知台灣 所以剛好有寫到這首歌叫得力量 是 所以我們只在想是要用哪一個呢 就用得力量好了 OK 希望大家整個在生活當中 可以得到很多的力量跟祝福 我們也可以去祝福別人給別人力量 對 所以是用了波羅恩這個單字的力量 波羅恩 講到得力量就是剛才有講到跟 我第一次去看到Sanboy的演唱會其實是2013年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你也把那個演唱會的名字定為力量 所以感覺上其實你對於這個概念這個觀念 其實是覺得馬上一想就會覺得說 我想要用這樣子來祝福大家 你很喜歡這個詞對不對 這個單字 這些東西都是一種很無形的東西 但是在我們生活上是非常需要的 尤其是我從小在部落這樣子長大 然後在很多的儀式或生活或者是成年裡 我們都需要一些祈禱 尤其是我也是一個很愛祈禱的一個小朋友 我每天也是透過祈禱得到很多的力量 然後用這個得力量力量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講 是讓我們生活下去很大的動力 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力量 所以很多的演唱會啊很多的重要場合 都用力量這件這個東西 尤其是這張專輯得力量 好啦我覺得你不用笑就是不管你我們現在幾歲 在老天爺面前我們都是小孩子 沒錯 對對對 好馬上聽到這首歌曲來自於Sambui的得力量 繼續來和Sambui呢來聊他的專輯得力量 我們現在要聽到的歌曲呢是叫做一天的生活 對 然後我現在看到那個歌詞裡面 感覺上有很多的地方是地名嗎 沒錯是地名 地名 對這個地名最主要一天的生活是在寫 我們生活的地方尤其那個地名 也有很多地名 然後那個最主要那邊呢 像有一個開發案正在進行當中 對就是太陽能光電在那邊進行 然後我透過這首歌的創作 讓大家去記憶以前那邊是什麼樣的狀況 什麼樣的樣子 跟我們的生活關係是什麼樣的連結 所以特別把那裡準備要做光電場的那個範圍 就把它寫起來寫著一首歌 但是其實Sambui是用一個就是很怡然自得的口吻 來寫這個歌詞 然後唱起來的時候其實也是一個感覺就是很瀟灑的 很輕鬆 其實你就是把一些你自己覺得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用像這樣的一個很輕鬆的方式來做展現對不對 對我覺得去思考啦 慢慢去思考這個環境對我們 或者是我們一件事情對我們的重要性是什麼 對啊 然後用很平 這樣的方式不一定要看著 不一定要去表達自己的意思 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表達我們的想法 對對對就是有些事情可能不一定要用很慷慨激仰的方式對不對 反而是像這樣子的方式 也許比較可以淺一面化把自己的理念說出來 希望啦希望啦 跟這個有關係的人聽到可以有一些些想法 可以調整一下 剛才其實我進來跟Sambui要進行訪問的時候 Sambui還在跟有人通話 可是那個聽起來的有人通話就是聽起來 對對對 我就想說 聽起來不像是你台北的朋友 我還以為你是你在台北 你接下來要跟人家約要去吃什麼東西 可是不是 你就是講說什麼 待會有什麼事情的話跟哥哥講啊等等等等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 再來台北比較沒有朋友是不是 待會並沒有要幹什麼是不是 哇我的朋友 哇 好多吧 太多了 因為台北的當然音樂圈的朋友很多啦 那目前我在台北也有一些運動 像我又在滑龍舟 然後又有在踢足球 你實在太忙 對啊 這是假日 滑龍舟可以踢足球 所以在這裡面當中就認識到很多很多的朋友 那我之前也有在打壘球 也認識很多朋友 哇賽 感覺你體力是真的很好耶 沒有啊 滑龍舟 打壘球 年輕人嘛 是小朋友嘛 所以必須在假日有休息的時候就 就把自己的體力 運動啦 運動也是一種防疫的很重要的 可是我覺得在果園割草 也是一個很好體力的事情 更是啊 果園割草你必須要不怕太陽這樣 果園割草就是從小 滑龍舟你也要不怕太陽 對啊 所以在果園割草 那太陽一直在直射 尤其這三天 我這三天都在果園工作 很不客氣 那個太陽真的 太陽公公很不客氣 對啊一直這樣直射 而且我們家果樹 果樹不是那種大型的果樹 是差不多跟人一樣高的 所以你沒有遮屁物你知道嗎 你必須透過一片影過去 哇那個是一種福利你知道嗎 一片影遮到那個陽光 然後自己哇 享受那幾秒鐘的那種感動 真的清爽 真的很舒服啦 請問你有把這樣子一個福利 這樣子一種小小的一個感動 寫進去一個歌曲過嗎 有有有有有 第三張專輯德利亞專輯就寫了 哪一首歌 那首歌 福摩福摩 福摩我們待會會聽 觸碰觸碰 原來是這樣 所以待會我們就會聽到 你對於這個果園裡面 還有太陽公公不客氣 對 過來的時候 對那個你對於果樹啊 對那個必應 那個小小的禮戰 OK啊 OK好好好 我們先來聽到這首歌曲 來自於桑布依的一天的生活 來到了Hey Miss DJ節目的訪問現場 繼續和我已經酒養很久的桑布依 來聊他的利用專輯 而且在跟桑布依進行訪問的時候 剛好就是金曲獎的入圍名單揭曉的隔天 非常地恭喜你就是獲得了八項的入圍 那其實桑布依是金曲獎的常客了啦 你上一張專輯雅干 雅干最後得到了年度專輯獎的那一刻 有沒有對你來講是很吃驚的 因為其實你那個專輯在最佳原住民的專輯裡面 原住民專輯沒有得獎的 但是最後你拿到的真的就是 就是大家所謂的就是年度最大的那個獎項 對 當然很高興啦 很高興評審 評審團 對這張專輯的肯定 那年度專輯獎 也剛好是金曲獎的第一屆 對有這個獎項 然後也從 也從今年的金曲獎的最佳貢獻獎 羅大佑 羅大佑老師的手中借到這個獎 非常的高興非常的興奮 真的就是終身難忘的事情 真的是對我們整個團隊很大的力量跟鼓舞 所以才有今天第三章的專輯 而且也給自己很大的信心去當第三章的製作人 對 所以 對啊 當然得到那個獎是非常高興的 對 所以這張專輯 就跟乃吉老師 就曾仁怡老師 還有洪子龍 我們三個一起擔任第三章專輯的製作人 是是是 當然有一個很棒的一個 一個很好的老師啦 也是在這張專輯給我們在製作上面很大的力量跟 邊做邊教我們 OK 也就是baby老師 中青米老師 給這張專輯很大的力量 很大的能量在裡面 是是是是是 所以真的也看到了有八項的入圍的這件事情 感覺上就是不會驚訝 因為其實從去年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張不宜在推出專輯之前 就是就非常多人對於這張專輯好評如潮啦 所以就是拼命的推薦 謝謝謝謝 然後就是推出了以後 就是你真的是覺得說這張專輯真的是 非常的具有代表性的一張年度的專輯 哎呀謝謝謝謝 對然後尤其是封面啦 封面是真的就是美的 美的有點過分 這個時期也是太陽公公一直追著你 然後終於有一個石頭 對啊可是太陽公公在另外左邊啊 所以他沒有遮音到我 他沒有遮到對不對 所以你小小的曲奇真的很小 真的很小 對呀 這個封面的照片一出來的時候 你自己有沒有覺得說 哇我也太帥了 有一種武俠小說的 封面一出來就是這個啦 我沒有第二句話 是齁 對對對 就我是最後看到的 然後對啊 經紀人然後給我看之後說 就這個就很好看啦 嗯哼非常好看 就沒有 就沒有再調整了 而且這個這個 這個照片真的就是 拿起來當成海報的時候 看起來也是非常的 對 就是震哲人的 之前有 我們有自己有印刷海報嘛 然後也是被人家都 搶光了 真的是搶光了 不是那種 丟棄回收筒那種 沒有不是不是 是收藏收藏的那種 而且我們用 錶框的那種 不一樣的那種 我們一般海報都會反光嘛 是是是是 我們用那個不反光的 而且把它錶框起來 尤其我自己有收藏 錶框起來 哇 就是藝術 它不像一個專輯的封面 它是感覺到 就是石頭 可以漂浮在空中 是一種平衡 跟人 土地跟天 哇 感覺就是我想要做的那種 得力量 一種 一種能量的東西 對對對 好 那我們現在要聽到的是 這樣專輯當中 我自己很喜歡的一首歌曲 那這首歌曲 如果你單在這個廣播節目上面 要聽八分鐘的話 我覺得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在聽覺上面是有點挑戰啦 皮髮 但是我自己 但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歡 因為我覺得 我也是非常喜歡 好喜歡 因為我覺得 你跟另外這個歌者的歌聲 兩個人的反差非常大 張碧蘭 來聊一下這一次的合作吧 這個合作真的是要感謝我的表姐 青松玩樂團 大家有沒有聽過 青松玩樂團的主唱 Summer 你主唱就Summer 我的表姐 在前年的有一個半島音樂節 然後有這個機會 姐姐邀請我跟滿洲的阿嬤 他們學習唱他們的滿洲調 那姐姐也在那邊自立語 在傳承 在學習 所以聽到了很多 哇台灣最南部的 尤其是滿洲的 這些歌 大家比較熟悉的是 恆春調 然後我去到的是滿洲 那滿洲調 也跟恆春調 大家可能 聽一下很像一樣 但是其實 它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是 所以在這邊認識了我們 國寶級的歌手張之貴阿嬤 已經快90歲了 還有他的學生 他的 跟他們認識 然後因為這樣子認識 然後聽到這樣的音樂 或樂器 尤其是樂器 所以在這張專輯 給了很大的力量 那時候已經下定決心 這首歌 《古波捆》 對啊 《牛尾半》 怎麼講 那種 對啊 這首歌是非常傳統的 就一定要把它收錄在裡面 然後也在前年的 半島音樂節 在屏東半島音樂節 也跟這些老師們 老人家們 一起來合作這首歌 所以我決定要去收錄 OK 好 那馬上就來聽到這首歌曲 是來自於 非常不容易的 德利昂專輯當中 有加入到了 滿座民謠 《古波捆》 對 的歌曲叫做 但特別介紹 這個冰曲老師 是我們的林強老師 是 那謝謝林強老師 就是幫助我們 他是我們的音樂的 我們的特工 是 他上面會寫樂功 樂功 對對對 幫助我們 謝謝林強老師 謝謝 謝謝 來到了 Hey Miss DJ節目的 第二個小時 我是 Miss DJ Osa 很開心呢 可以碰到 Someboy 我等他等了很久 嗨 哈囉 那 Somboy呢在去年發表了 德力量這張專輯 是他的第3張專輯 那我們現在從這張專輯當中 聽到的歌曲呢 這個歌曲就是生來 就是一副我就是開場曲的樣子 就是 他的 他整個的那個曲是一站起來 就是 就是我要嘛就是開專輯的唱 要嘛就是開演唱會的唱 是這樣子嗎 那種opening的感覺 事實上就是一個opening的感覺 他的名字也叫做創世紀 對啊也剛好 其實在拍歌 我在創作的時候 沒有沒有按照這個方面來拍 喔就是ok 對對對對對 然後就慢慢的一直 不曉得耶 這是祖先的安排嗎 還是 還是神的安排是怎樣 我覺得 一首歌出來就 會嚇一跳 就剛好是一個故事 是 被串連起來 我創作的時候沒有想過要這樣編排 沒有已經先想好 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這首歌曲你先創作出來的時候 先是他的曲是不是 對 因為這個詞 寫的就是一副就是你是不是要寫創世紀的 對對對 那時候歌恩製作人 就真的單曲的製作是洪志龍嗎 然後跟他講我的想法 我想要做一個像 像史詩一樣 像電影一樣 沒錯 然後用講話的 對 然後稍微加一點唱 然後你又給我那種感覺 很豐盛的 很有力量的 又很深很神秘的 他就做了一些demo 就做了像類似像這樣 然後就加了一些歌 然後後面也請了Baby老師 來去聽我的編曲 他也給了很多的筆跡跟很多的意見 然後也在這裡面 他也找了現場拉的弦樂團 OK 對 那他去下來做 他去做編曲這樣子 是 那 鋼琴部分也是Baby老師編的 然後也有指龍老師來去探奏 對 我覺得這首歌曲就是非常適合 因為其實Sampui應該是世界各國的一些 就是比如說像世界民謠音樂記等等的 就是爭相邀約的歌手 我覺得你應該是去了很多的不同的國家 然後也出席了像這樣子的音樂記 那這樣子的歌曲就是很適合 在那樣子的音樂記當中 對 然後讓大家了解 Sampui是來自於北南 北南 對 就是來自於這個像北南的這個部落這個文化 對 所以你在這個歌詞裡面講的這些的造物 這些全部都是北南語對不對 對 全部都是我們的創造造物者的名字 所以造物之神 有造人之神 對 還有哪一些的神呢 土地啊 還有動物啊 是 還有我們講那個Bagadau就是造人的神 造人的神 對 對 所以很多人說我們是梵林啊 其實不是 我們是對整個萬物都是尊重尊敬的 對 所以把他們的名字 特別在這個裡面把它寫出來 這很重要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 尤其是北南族的年輕人都忘記他的傳統的信仰是什麼 所以特別用這首歌來寫他們的名字 來歌頌他們 是是是是 好那我們馬上聽到這首作品 來自於桑布伊德烈拉專輯當中這首《創世紀》 繼續來聽桑布伊德烈拉專輯當中的歌曲 然後我這邊選的是撫摸 然後我才剛講說我要選的是撫摸的時候 閃布伊就一直想說多人都是幫這首歌拉票 這首歌是在這張專輯十首裡面是最難最難錄音的 請說為什麼 聽起來非常簡單對不對 對啊 而且非常難錄 對那個錄音室來講 然後對我來講也是一個很大的一門客 請說 因為他直接跟吉他跟人生一起 你唱不對情感不對 你就必須重唱 OK 對他就直接錄的 他不是像說這邊唱不好 我們從這邊接 不是不能這樣 他是一氣合成的八唱完畢 對啊 所以在技術上面的錄音 那個是要非常厲害的錄音室才有辦法 可以錄到這麼清楚 而且是 我跟吉他一起這麼近 對 不能聲音跟那個吉他不能打到 對 而且我又要顧這個東西 我又要有情感去唱 對啊 還好試唱的時候 就把他唱好了 OK 結果正式來的時候 為什麼我覺得其實整季 最後其實要講的就是一個很得意的這件事情 對啊 然後後面唱 後面唱了 後面唱大概五次六次吧 OK 不行 情感都不對 因為製作人 就是說 連錄音室說 哇 不像第一次的 然後第一次有錄嗎 有 那麼去聽看看 哇 我們大家就選了這首 那我聽了也非常喜歡 對 所以這個錄音的過程是你自彈自唱 自唱 對 OK 好 我本來以為就是你現在聽到的整個的聽覺很乾淨的東西 其實都有經過了一些 比如說後製把一些雜音去掉啊 或者是 多少會 先錄這個再錄那個再把它聽在一起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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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起錄的 但是這個其實就是一起的 對 然後你的聲音的控制也不能夠做得很 很狂放對不對 就是 一定要在那種狀態裡面 那怎麼樣才可以在這樣子的狀態裡面 放輕鬆啊 回到我創作的那個點吧 對 就 安靜 點香 祈禱 點香 那個點 OK 然後再去想 去感受 然後再 對啊 再去祈禱 然後希望 給這首歌力量 然後就 欸 第一次試唱 就過關 嘿嘿嘿嘿 好累喔 我都唱那個喔 因為你唱第二次的時候就 又不一樣 就亂掉了心情 是 對啊 欸 大家還是用第一次的比較好 我相信在接下來的 得力量的循環演唱會當中 這首歌曲 因為你剛剛都講說 很多人都說很喜歡這首歌曲 這首歌曲就是必唱對不對 嗯 必唱的話 你一定也是必自殘自唱 沒錯 是不是 一定會有這首歌 哈哈哈哈 怎麼辦 然後萬一前面的歌就是 非常地慷慨激昂的 等等等 然後你突然又要靜下來了 你有什麼 好方法 讓自己 馬上進入到這一個 那個點 那樣子的一個想法 身為一個歌手 這種態度 我們必須要有的 耶 沒有啦 可以馬上收回來啦 可以馬上收回來 有沒有什麼 什麼樣子的圖像 或者是 什麼樣子的人物 還好耶 可以馬上讓你靜下來 就是風吧 雨 風 水 太陽 那種安靜的感覺 就像我昨天在歌草 雖然天氣非常熱 然後雖然那個歌草機 我背在背後 然後那個很草 很草 那種感覺是非常舒服的 跟著在打草 然後八哥鳥 有很多種的鳥 就在旁邊飛 抓那個蟲 然後太陽在曬 然後雲在飄 風在吹 然後哪怕一點點的陰影 那種素影 就可以躲到一點點 就感覺是賺到 你知道嗎 躲 那個雲飄過去 剛好遮到個五秒 對五秒 也是感受的非常深 當你覺得很認識 有一點東西風吹過來 你就身上的敏感度非常的 舒服一下 這首歌就像 就是在那塊田寫的 OK 好好你這樣 差不多讓我知道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說 他們只是會想要用很澎湃的東西 來刺激感官 這樣才會痛快 可是當你可以跟大地有一個很好的 連結的關係的時候 其實那個最純粹的關係 可以讓你的五感整個的打開 你會更加的敏感對不對 對 就像我們一直餓肚子餓肚子 哪怕你最不愛吃的一塊餅乾 到你的臉都是美食 沒錯 你每天一直吃喝很好的 對 今天給你拿全世界都要吃的 對 你會覺得還OK 那種感覺 其實是那種感覺 好好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吃這個 非常簡單的一塊餅乾 而且想不到很多人很喜歡這塊餅乾 對餅乾很簡單 馬上聽到這首作品來自於Sambui的力量專輯當中的撫摸 接下來聽到Sambui的力量這張專輯當中 獲得了非常非常多的肯定的歌曲 謝謝 然後像音樂人交流協會當中的年度的十大的歌曲 有選了這首歌曲 那同時呢 也因為了這首歌曲 你也入圍了這次的金曲獎的 包括像年度歌曲 對 然後還有最佳的作曲人 是是是 那我想要知道這麼偉大的歌曲的創作的時刻 是在什麼時刻 哎呀這個要說起來就是非常有故事性的 對 那在去年前年 嗯 然後去看一個一個很好的哥哥 一個很好的老師 大家知不知道那個一個編舞家布拉瑞昂 是知道 布拉瑞昂到他的教室 BDC的那個練舞團 是 然後去找他拜訪他 然後他們剛好在創作他們的作品 哦 然後整個舞者呢 被拉到戶外 草皮上面在練習 發聲啊什麼的 嗯 然後我去找他一個人 嗯 我就知道他們的練團是哇好安靜好大 然後很多鏡子 嗯 然後有一台一個很久很久很久朋友送的鋼琴 鋼琴 對為了贊助他 因為布拉開這個舞團 在台東開舞團也非常辛苦 是 然後那台鋼琴是大家贊助他的 是 然後就啊 打開那個鋼琴的蓋子 嗯 就 就唱了這首歌 然後我覺得很感動的一件事情是 布拉他從 國外 回到台灣 然後從雲門 嗯 放棄雲門的這樣的 那麼有名的那個舞團的編舞老師 回到部落 帶自己部落的年輕人 我覺得他的愛是很大的 然後布拉老師是排灣族 是 所以我試著用這樣的歌 試試看 能給他送他什麼 OK 對啊 就彈了那個鋼琴 然後自己也錄音 OK 對對對 那個音檔還在我的手機裡面 對 然後就唱了這首歌 變成這首歌 然後我覺得 用到後面編曲覺得 哇 遇到這個疫情 也剛剛好這個疫情 就把這些歌詞 這種愛 只要有 跟愛有關係的 都在這首歌裡面 是 就把它變成叫擁抱 OK 獻給所有 分享愛的人 是 是 對 謝謝他們這樣 所以你就是用你的方式 然後獻給布拉這首歌曲 可是你就是 把它 想成是 如果是用排灣族的 這樣子的曲調來做 曲調 對 自己創作 對 OK 那那個時候你在那個他的 他的工作室上面的 鋼琴上面寫下了這首歌曲的時候 當時是下午還是晚 下午 OK 下午大概兩三點的時間 OK 其實是很熱的時候 非常熱 非常熱 然後 對啊 就大家都在外面 對啊 就想給Luck吧 一個禮物就寫了這首歌 OK 然後你剛剛想說 他們當時的那個劇團的 那個學生的舞者 其實那時候都在外面對不對 對 我們 我們最近看到的很多的舞者 感覺上都是 很活潑的 很活潑的 所以他們當時有聽到你的這一首的創作 還沒有 OK 後面我講這個故事他們才知道的 對 我才跟拉格說有這首歌這樣子 OKOK 然後我也到子龍 就是子龍就是我們另外一個製作人洪子龍 是 然後因為要找申請嘛 創做這張專輯 所以我去他那邊錄 重新整理 我重新整理 然後在子龍的工作室 他也用鋼琴彈了一遍 我琴唱 對 所以這首歌就這樣定下來 OK 因為其實我有在追蹤 布拉瑞昂的臉書 所以 你昨天 金雲獎的入圍名單公布的時候 是在專心割草這件事情 我是在 我是在布拉的 展頁上面知道這件事情 我有直播啦 讓她說休息啦 OK 然後找媽媽一起來看 OK 剛剛是在國園裡面很涼 風很大 很舒服 好馬上聽到這首作品 來自於三播一這首歌曲 是要獻給布拉瑞昂 獻給就是 沒有獻給所有 愛土地的 對 愛土地 愛環境 所有那些 分享愛給別人的人 是是是 馬上聽到這首歌曲 擁抱 來到了和三播一聊他的得力量專輯 最後一個階段了 對 哈哈哈哈 在這一個小時的訪問的過程當中 只是聊了很多有音樂有你的生活 但是我相信對於一個音樂人來講 其實生活就是他的音樂嘛 沒錯啊 音樂就是他的生活 對啊很多人說你是怎麼創作的 靈感從哪裡來 靈感就從生活來啊 對 對啊不用刻意去要去做一些東西 像我的創作的靈感 只要隨便騎摩托車在戶外 我就有靈感就馬上用手機把它錄起來 那個音樂旋律 那搭捷運啊搭任何一 或上廁所洗澡 我會馬上手邊馬上把它揭露起來 有一個什麼就可以把它揭露下來 對對對就是創作 創作就在我們的生活上面吧 對對對 那我們現在要從這張專輯當中呢 最後要聽到的歌曲是叫做 別這樣 我覺得在這張專輯當中 如果你聽一輪下來的時候 這首歌曲的整個的 比較跳躍一點點的方式 就是會馬上會讓你去聽到說 很不一樣的一首歌曲 對我特別用這樣的旋律 那種很跳的東西 對對對 然後來去調侃我們自己 來警告我們自己人 跟環境的關係是什麼 對啊 別這樣 然後其實 在第二張專輯裡面 有一首歌叫做 怎麼了 其實是一種相呼應啊 對對對 然後別這樣這首歌 特別用這樣的節奏 可以讓大家反省 不要用那麼嚴肅去看待這個環境的遺體什麼 但是我們也要很注意 很用心 我們用樂觀的態度去面對我們 我們現在的環境 但是我們也要更保護自己 我們更要出力 來捍衛我們的環境的 對 真的 真的有句話是這樣講 我們齁 大致 人真的需要大自然才能活下來 但是大自然不一定需要人 對對對 對當你要去活下去的話 你必須對這個環境 去前輩 就像我們的老祖先告訴我們 我們的傳說故事告訴我們的 因為這些傳說故事 可能傳承百年甚至千年 一直在告訴我們 有這些故事 就是因為從生活的經驗裡面 告訴我們就是這個樣子 沒錯 你不能傷害環境 沒錯 對啊 像人變鳥 鳥變人 動物變成山羊 山腔 對這就是人與人環境的 動物關係是什麼 所以很密切的 這個不是騙人的 這是從一緣故事裡面 警告我們 我們的人的規範 不能越過 一越過了 這個環境就破壞 我們的生命就會結束 沒錯 我們就會得到病 我們就會怎麼樣 就像這樣疫情一樣 真的是 對啊 好不好我們一起來 捍衛我們 守護我們的環境 我們才會更健康 我們才有 活下來的 對啊 OK 好所以 剛剛桑波里講了一句話 就是真的是很 現在應該台灣 有蠻多人就是 會心有氣氣焉的 會提議 就是人會需要大自然的 但大自然不一定會需要人 沒錯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 愛護你的環境 但大自然反撲的時候 真的 再有錢 再有力量 都沒有辦法了 對 再祈禱都沒有用 沒錯沒錯 好那我們最後就從這張專輯當中的力量裡面 聽到的就是有別這樣 今天非常謝謝桑波里 謝謝 所以下次看到你就不用再隔三個專輯了 好的 目前正在努力再做第四張專輯 沒關係 我按照你這樣子的間隔的話 我可以等四年沒有問題 謝謝桑波里謝謝 謝謝 這邊也預祝你接下來的金曲獎 就一直上台拿獎了 謝謝 希望大家可以喜歡這張專輯 然後大家可以注意到 散步一的訊息 可以到臉書啊 Facebook啊 或者是IG啊 只要打散步一 那個英文的散步一 S-A-N-G-P-U-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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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是IG的 然後可以打散步一 在臉書可以尋到我的資訊 所以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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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是你的生日喔 欸 嗯 好就是這樣 好 然後希望大家 各位聽眾 然後台灣有很多很多美麗的音樂 對大家 需要大家去尋找 然後這個尋找當中呢 會發生很多的事情 就像我一樣 也認識到很多朋友 對啊 我們一直在自己的生活環境裡面去創作 那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們所謂的 在部落或者在社區裡面創作的人 這樣子 不一定是原住民音樂 但是客語音樂 或者是台語音樂都可以 希望大家可以鼓勵我們 哇 多麼面面俱到的一句話 不愧是會長 哎呀 謝謝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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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